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今天上午在广州开幕 俄乌局势升温 双方继续在黑海举行军演 伊拉克表示 注意外国军队将于15天之内撤离 各位午安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特快 我是黄称子 头条一起来关注到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25号上午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出席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致欢迎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呼吸病学专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钟南山出席论坛 并且发表主题演讲 他表示 在近两年的防疫宣传方面 真正体现了网络媒体的作用 我们所讲究的最高人权 就是生存权 而是健康的生存权 而且是 所以我们国家 在一向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上 在强大媒体网络的推动下 大多数人是自觉的戴口罩 自觉的参与 限制个人行动的一些活动 减少社会的传播 自觉的配合核酸筛查和追踪 密切接触者 尽管个体是有些现实 但是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 新冠患者人数最少的 也就是说十万分之八点九 只有美国的一千六百七 一千六百七十八分之一 的病患病率 以及最低的死亡率 我们的死亡率是十万分之零点四 是美国的六百零六分之一 周南山表示 中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 在控制疫情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并且深刻体会出了抗疫防疫期间 网络媒体的贡献功不可破 当然他也指出 大流量的网络媒体也推波负能量 错误和虚假信息像病毒一样 传播速度很快 甚至更快造成了社会动荡 他举例西方某些国家利用舆论霸权 散播新冠病毒 由中国实验室制造或泄露的虚假信息 造成相当一部分西方公众敌视中国 当地华侨华人受到歧视甚至殴打 他也强调 网络媒体需要有责任担当 避免传达错误和片面信息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开幕式 25号在广州举行 凤凰问事董事局主席 兼行政总裁徐薇当天出席论坛 并且发表主题演讲 徐薇说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息息相关 媒体必须要关注外部世界 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关注外部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读懂我们对世界的责任和善意 讲好中国故事 做好国际传播 更需要拓宽国际视野 更需要关注国际话题 更需要立足本土视角 国际视野既是立足现实 放眼世界的全球野光 也是关注自身 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 各位领导 徐薇表示 身处大变局的时代 信息洪流扑面而来 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任重而道远 让世界听清楚中国的声音 告诉世界 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是华语媒体的责任 徐薇又表示 当前国际传播格局 发生太多变化 在互联网世界的眼见 并不一定为实 而媒体要更加有定力 更负理性 更加专业 华语媒体在国际传播当中 需要既客观 全面的介绍中国 也需要关注国际话题 在两个维度中 寻找交叉点 好 更多有关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的消息 我们也立刻连线 特派广州的记者张希 来了解一下 张希你好 成子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兼行政总裁徐薇 在开幕式的主题演讲 还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好的 成子 我们知道呢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的媒体 网络媒体互联呢 其实也是本届中国 网络媒体论坛的一个 非常受关注的话题 那么实际上 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和 主题主论坛的这个 主题演讲当中呢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徐薇呢 他也有专门讲到了 凤凰卫视的这个国际传播啊 一定是要从大湾区开始的 那么凤凰卫视呢 是从这个粤港澳来出发 那么尤其是未来呢 凤凰卫视也会去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国际传播 力争呢成为联通粤港澳大湾区 和世界的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媒体 另外呢 他也表示呢 这个大流量其实就是意味着大责任 那么华语媒体呢 是要有这个责任 要告诉世界一个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 那这也是凤凰卫视转型的使命和初心 另外呢 在今天下午呢 还会有一场平行论坛 也是聚焦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媒体互联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届时呢 包括广东 还有香港和澳门三地政府的主要官员 也会到 也会出 也会来进行一个致辞 同时还会有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呢 围绕这个大湾区网络互联的议题 来进行圆桌的对话 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成子 好的 感谢张希 我们从论坛现场带来的最新介绍 相关话题 我们也来请到时日评论员 更新先生 我们做点评分析 更新人您好 你好 对于今年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所聚焦的各种话题 您还有什么观察呢 我非常赞同 刚才徐薇先生讲的 就是这个媒体的大发展 大流量 代表的是我们的大责任 我们做媒体的人是这样 其实和我们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媒体中人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媒体 特别社交媒体 大家是人人有份 人人有责 这种新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刚才在讲的时候 各位的这个领导也都讲到了方方面面的 正面反面的 比如说我们的抗议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网络媒体的新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抗议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但是同样也是这样的媒体的负面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影响 在这个时候 就是所谓网络安全 媒体安全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压力 对我们来说也是都近在眼前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就想到了 马克思当年讲 这个新的科技学技术 对人类来说 它是最好的东西 因为它是最先进的生产力 我们不能回避它 我们也躲不开 只能举双手欢迎它 同时在欢迎它 接受它 利用它的时候 然后克服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和冲击 这样的一种发展 特别是网络科技 包括今后的人工智能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重大的进步 对人类的这种平等 普惠 开放 辩解 乃至于我们整体追求幸福生活 这都是最重要的内核 说实在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我们的制度 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其他的东西在影响着 包括什么军事 像美国天天发展它的那些所谓的 它的那种硬实力 可能更多的是最新的科学技术 在引领着我们人类向前走 这是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其实最近的这个 中国中央的这个六中全会 这个19级六中全会上面 公报里面讲的这些精神呢 都非常值得 尤其是在这个历史问题决议当中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十个坚持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东西 坚持实事求是的这种 这种思想路线 坚持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 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 坚持所有的这些 就是我们这个十个坚持 似乎每一条都在讲着 让我们中国人 让所有的人类 和平人类都应该 更上一个新台阶 我们才能真正的适应 这个新的科技的时代 也能够真正适应 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 这种新发展 好的感谢 更新先生 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25号上午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 来看我们收到的最新画面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25号上午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新华社总编辑赴华出席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致欢迎词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盛海雄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媒体有责任 有义务 提升在国际舆论场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 破除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 推动形成客观公正 积极健康的全球舆论生态 再也不能让政治失利 种族歧视 意识形态偏见 带偏了舆论 误导了人们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对网络舆论建设 提出了四点建议 要让思想旗帜 领航伟大征程 让主流价值 主导网络阵地 让技术创新 赋能媒体融合 同时要首劳网络安全线 网络媒体要计较强信心 既民心 论人心 祝同心的职责使命 包括内容提到优势 创新传播方式方法 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和议论研导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积极培议和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视频致辞 他从网络媒体的监督管理 加强网络安全 完善网络个人隐私 相关法律和善用 网络媒体力量几个方面 介绍了香港的经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致辞时表示 澳门高度重视维护网络安全 并且制定适合 澳门整体发展方向 和实际需要的 网络治理顶层式政策 加快提速网络安全建设水平 主力嘉宾共同启动 同兴越港澳 携手大湾区网络主题活动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是内地目前网络媒体领域 层次最高最具有权威性 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 也被称为是观察 中国网络媒体发展 走向的重要窗口 富豪卫视张希李廷生 同湖宇丹广州报道 朝鲜党报劳动新闻 在25号称 全国各地区和单位 应当继续采取更严密 强有力的措施 加大防疫力度 文章表示 面对新冠变异毒株 急速扩散 全球防疫形势更趋紧张 提醒居民做好冬季的疫情防控 继续提高思想工作 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管控 以免民众放松防控意识 文章要求所有领导干部 随时注意是否放松多国警惕 是否为防疫尽全力 并且呼吁继续加大管控力度 朝鲜媒体近日还提醒 要牢记新冠病毒 可能通过血传播 需要就此制定应对措施 并且指出 世界多国与疫共存 导致确诊病例增加 呼吁大家不能放松警惕 俄罗斯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持续升温 双方继续在黑海地区 进行军演和训练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正在寻求再次举行峰会 俄乌局势将会是重点议题 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 俄军战机再次在黑海地区 举行演习 配合舰队模拟 应对空袭和作出反击 同一时间 乌克兰国防部也表示 军方近日在南部的军事训练场 出动多款战机进行空袭训练 打击黑海地区的空中与海上目标 大批俄罗斯部队早前在俄乌边境集结 被指示计划进攻乌克兰 不过俄罗斯否认指部队是正常调动 俄罗斯就指责乌克兰在东部地区 出动无人机攻击青俄武装分子 令紧张局势加剧 又指责美军战略轰炸机早前在靠近俄罗斯领空进行演习 模拟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攻击 有报道形容俄乌局势是另一次古巴导弹危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利用俄乌局势施压 与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举行峰会 寻求美国和北约停止帮助乌克兰提升军力 美俄双方正就两国元首再举行峰会进行接触 据报两人可能会在今年内举行事项峰会 但也有报道指峰会最快会在明年初举行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伊拉克军方在24号表示 驻伊的外国军队作战人员将于15天之内撤离伊拉克 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海法吉24号表示 外国军队撤离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目前大部分作战人员已经撤离伊拉克 剩下少量人员将会在15天之内撤离 相关方面将根据时间表向伊军移交武器和设备 海法吉说撤离行动结束之后 将仅有少量从事军事顾问 情报侦查和训练工作的外军人员留在伊拉克 他们将驻扎在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2020年1月美军对巴格达发动空袭 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诚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随后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决议 要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的驻扎 一艘从法国出发的偷渡船 24号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途中 在法国北部城市加莱附近的海域沉没 造成至少27人死亡 当中包括5名妇女和1名女童 法国警方称 偷渡船从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敦克尔克出发 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 但在途中沉没 当局在法国城市加莱附近海域 发现多具漂浮的遗体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前往医院视察 他斥责贩运人口的犯罪分子应付上最大责任 又指四名与这四事件相关的嫌疑人已被逮捕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不会让英吉利海峡成为坟场 将严惩制造悲剧的人 他同时呼吁欧洲边境管理局加强对欧盟外部边界的管控 并要求欧盟召开紧急部长级会议 双讨应对移民问题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也召开内阁紧急会议 讨论对策 约翰逊说 对事件感到震惊和痛心 强调要加强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约翰逊又表示 法国打击偷渡的力度仍然远远不够 英国希望能够加强两国合作 据路透社报道 24号清晨仍然有偷渡船从法国出发 现场有警车尝试阻挡他们的去路 但未能成功 这群偷渡者大约有40多人 身上穿着简衣救生衣 当中不乏妇女和儿童 她们争先恐后的挤上一艘 用小型马达发动的橡皮艇 船只明显已经超载 连接法国和英国的英吉利海峡是非法偷入的重灾区 如于海浪湍急 事故时有发生 法国海警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万名非法移民 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 凤横卫视综合报道 好 去下广告 下节回来对您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亚太区股市 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大约0.8% 台湾股市也升了大约0.1% 韩国股市则是下跌0.3% 内地沪山两市震荡走弱 沪指在3600点的整数关口得而复失 据起来看 沪指中午报3589点 下跌3点 跌幅是0.1% 半日成交2799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在中午报14852点 下跌35点 跌幅是0.23% 半日成交4156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4点 随后走出震荡整顾行情 恒指在中午报24714点 上升29点 升幅是0.12% 半日成交636亿港元 25号上午7点41分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将试验1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而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另外一方面 再来关注到神舟13号三名航天员 已经在中国空间站内工作了一个多月 他们的太空生活备受关注 来看一组航天员舱内健身的片段 三名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和叶光复 首次完成出舱任务之后不久 就投入下一次任务的训练当中 他们在天河舱内借助各种器械锻炼身体 原地跑步 打太极 拉伸 自行车踩踏 进行运动心肺功能测试 满头大汗锻炼不停 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长期处于失重的环境 对抗重力的肌肉 尤其是背部和下肢肌肉会发生萎缩 因此需要进行失重防护锻炼 这也是航天员的太空任务之一 再来看内地的天气消息 中央气象台发布未来三天 除了新疆 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雨雪天气之外 全国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好天气为主 气温逐步回升 在黑龙江连日暴雪影响交通 各地展开清雪行动 全力保障交通和生产 在黑龙江一春的嘉音县 连日降雪已经达到大暴雪量级 大阿公路国道331路段通行受阻 当地组织人手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清理冰雪 在城区 皇位部门也昼夜不休 在主要路段进行循环清扫 为减少雪灾对温室大棚农业生产的影响 当地农业部门还敦促乡镇 对每个大棚实行网格化管理 尽全力将雪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加姆斯滑南县出现风吹血现象 乡村道路的积雪厚度超过90厘米 车辆受阻情况时有发生 滑南县雷锋志愿者救援队 与交通局赶赴现场 携手救助被困车辆 在加姆斯辅远市 积雪厚度达到42厘米 清雪车连日来马不停蹄清除冰雪 有轿车底盘被冻在雪堆上 民警趴在雪堆上敲冰解困 截至24号上午 加姆斯降雪天气过程趋于结束 当地已经解除暴雪三级应急响应 在哈尔滨 地铁列车的座椅也开启了加热模式 分为全暖和半暖模式 确保乘客在冰雪天坐上暖坐 方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此前 美国佐治亚州一名黑人男子 在街上跑步期间被枪杀 陪审团24号裁定 涉案的三名白人男子谋杀罪成 判终身监警 法庭上获悉判刑的三人难掩悲伤 而受害人阿贝里的母亲则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随后众人高举双臂走出法庭 在一篇欢呼声中 阿贝里的母亲向支持者表示感谢 阿贝里的父亲也对判决结果感到满意 认为这不仅是黑人的胜利 更是为争取平等待遇所做的努力 民权运动领袖夏普顿也对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结果有助张写正义 判决还令不少民众感到振奋 他们严禁游行并高喊口号 2020年2月 25岁黑烟男子阿贝里在慢跑期间 被三名白烟男子追逐并开枪击毙 三人分别是一对父子和邻居 他们声称开枪是因为怀疑阿贝里盗窃后逃跑 但检察官指没有证据解释阿贝里犯案 陪审团商议十小时后裁定三人最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倪达城 凤凰五间特快 我们再会 好 感谢倪达城